大家好,今天要教大家一組跑步前的軟身 很多人以跑步來從事養身 甚至是健康還有達到減肢的目標 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才可以避免受傷 所以今天要教大家如何活動關節 拉開肌群以及動態軟身 首先我們來活動身體主要的五個關節 先從腳踝開始 每個動作要八個結派 換邊轉 要領就是由小圈到大圈 換腳 再換邊轉 再來我們活動膝關節 記得短關節的時候動作不要太快 也一樣是八個節拍 我們先從左到右 換邊轉 由右到左 再打開腳 我們由外到內 由內到外 再打開 接下來我們活動髮關節 我們活動髮關節 打開腳與間同關 由左到右 八個節拍 再打開 要領一樣是慢 畫圈由小到大 畫圈由小到大 換邊轉 轉 接下來活動肩關節 先往前轉,一樣八個節拍 再往後轉,一樣八個節拍 接下來是頸關節 這邊我們做兩次八個節拍 四個節拍 接下來我們開始進入四個拉開肌群的主要動作 先找一個可以讓你守護的地方 我們先來拉開大腿的前側腿 每個肌群我們做兩個八拍 換腳,一樣是兩個八拍 換腳,一樣是兩個八拍 接下來我們拉大腿的後側 感覺會往後做 那大腿的後側會有緊奔的感覺 一樣在心裡莫屬兩個八拍 換腳,一樣做兩個八拍 換腳,一樣做兩個八拍 接下來我們來拉小腿的肌群 首先是小腿的前側 一樣是兩個八拍 這邊的動作要領,是用後面的腳 去頂前面的小腿肚 這樣就會感覺到 前側的肌群有拉開 的緊繃感 後面的小腿肌群 半腳 一樣是兩個八拍 一樣是兩個八拍 接下來我們以公布來拉小腿的後側肌群 同時也會拉到 腳筋肌群 開腰肌 它的要領是 後腳的腳尖盡 盡量朝前 你才會感覺到 拉到小腿的後側肌群的緊繃感 一樣心裡莫屬兩個八拍 換腳 心裡莫屬兩個八拍 心裡莫屬兩個八拍 說明一下 這是腳筋肌 這個是腳腰肌 接下來我們來做三個動態軟身 首先做前側高抬腿 我們做四個八拍 接下來做交叉小跑步 接下來做交叉小跑步 也是四個八拍 那我們去將八拍 接下來我們做後踤小跑步 也是四個八拍 跑步前的卵生543完成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请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分享 同时追踪我们的IG 我们下回见 拜拜